大家好 欢迎来到循迹慢聊 去年咱聊过一事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就是北洋水师的旗舰定远号铁甲舰找着了 经过一整年的考察探究以后 前一阵终于打捞起了定远的第一件文物 一块它身上的装甲 咱以前聊过很多次甲午战争 也总结过很多中国失败的原因 今天咱再聊一个以前没讲到的 就是日本人的间谍工作 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 日本就开始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 1872年 日本第一个间谍叫池上四郎进入中国 在这之后短短几年的时间里 中国各省出现了大批间谍 1886年甲午战争前 日本在华最庞大的间谍机关 乐善堂成立 乐善堂名义上是一家商铺 打着做生意的幌子 实际上把触角伸向中国各地 北京 长沙 重庆 天津 福州 都有分支机构 组成了一个遍布中国主要城市的间谍网 然后以这些城市为基地 再把触角伸展到中国农村 这些间谍机构培养的日本间谍 以外国商人 医生 学生等合法身份做掩护 甚至有的直接剃发异服 冒充中国人游历中国各省 把当地的风土人情写成报告送回国内 比如关于四川陕西的陕川经历记 关于东北的满洲济世 汇集在一起 就是一部中国山川的地理全景图 1888年底 北洋水师刚刚成立不久 乐善堂就已经派出间谍 往北洋水师基地威海卫附近渗透 他们潜伏在威海卫周围实地考察 经过长期观察 他们向日本海军递交了一份报告 说威海卫炮台林立固落金汤 要打的话千万别正面硬港 威海卫以东 50公里有个荣城湾 咱们应该从这登陆 然后迂回作战 从背后拿下威海卫 因为荣城湾水道宽阔 水底以沙子为主 换成今天就是个度假洗海藻的绝佳场所 对于军舰来讲 特别适合在这抛锚 无论遇到多么恶劣的天气 都不能被吹跑 而且荣城湾的地理位置比较偏僻 没人注意 所以这条建议就被采纳了 等到甲午战争 日军进攻威海卫 果然就在荣城湾登陆 最后拿下了威海卫 这些都是藏在民间的间谍 日本官方的外交官 驻华武官 也都利用植物之变 展开情报工作 日本在1872年 在福州设立领事馆 偷偷绘制了福州炮台全图 还把左宗堂军队的这个重要图册 也弄到了手 日本那个海军军官 出宇重远到吕顺访问的时候啊 这个一个劲的这个这个 要求当地守军的主将宋庆 在练兵场集合全军 举行阅兵式 宋庆这人呢 这个这个不知道是心眼太实 还是想这个顺便震慑一下日本人 就摆出了全部家大 结果就是所有的这个新锐武器被出于重远 一个不差的记录下来 到了1893年距离中日开战 只剩下一年的时间的时候 当时日本政府早就定下了侵华方针 陆海军呢 因为发动战争做了多方面的准备 但什么时候发动战争 能否取胜还需要做出最后的判断 1893年的4月 对华谍报的总头目 日军参谋次长 穿上操六中将 亲自到朝鲜和中国进行实力考察 为发动战争呢 做最后的准备 穿上操六在考察了朝鲜的 釜山 仁川 汉城等地之后 坐船又去了燕台和天津 在天津停留一个月 参观了天津机器局 访问了武备学堂 观看了炮兵操演和山炮演习 在日本驻华武官的陪同之下 还对天津周围的地形进行了考察 这次中国之行 川上进一步了解了清政府的极端腐败 然后给大本营上揍 放心打 咱准赢 当然了 要说为日本侵华做出最大贡献的间谍 那还得说是中方小太郎 这个人会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 甲午战争前夕经常冒充上海客商 收集情报 在游历中国期间写过大量日记 对各地的风土人情都有详细的记述 比如说他说中国的旅馆住宿 条件特别差 肮脏不堪 到处都是臭臭跳扫 吃的也差 不是小米就是玉米 不过中方确实不怕吃苦 大热天走四五十里路 脚上磨的全是雪炮 自己把雪炮挑开 用布包好以后接着赶路 1894年8月中日正式宣战 日本把驻天津的领事馆撤走 中方小太郎把自己伪装成中国百姓 来往于威海旅顺之间 溃探中国海军的情报 后来平朗战事紧急 清政府决定向朝鲜再派援兵 由轮川招商局的五艘轮船 运送六千人入朝 李鸿章电令北洋水师主力护航 停泊于威海卫附近的北洋水师 十四艘军舰投入出征准备 中方小太郎就是去打听 北洋舰队的出发时间 马上把情报汇报给了上级 联合舰队才能及时开到黄海海面 做好准备 截住了北洋舰队 这才爆发了黄海海弹 此后不久感念中方小太郎 为国立功天皇特意 把他召回日本亲自接舰 后来据说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 都是根据这个 宗方小太郎的报告定的 后来九一八事变时候的关东军司令 陆军大将本庄凡评价宗方 说日清战争之时 他密行威海卫军港 详细侦查敌情 对帝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所以这个宗方确实是甲午战争期间 立下了汉马功劳 十年之后 日本又出了一个有名的间谍 叫明石元二郎 主要贡献在日俄战争期间 明石元二郎是日俄战争时期的驻俄武官 学习成一般 这个个性习惯 也非常古怪 特别不修蝙蝠 后来有一次他去觐见元老山县友朋 这个山县元帅是元帅 陆军大将前首相公爵 面对这么一个大佬 你怎么着有点礼貌吧 结果他跟人唠嗑 唠唠唠着呢 觉得尿急 这位就这么坐在那就解决了 尿元帅一邪 山县友朋说呢 你干嘛不上厕所去 结果他来一句 上厕所太麻烦了 就这么着省事 你别看那个明石元二郎这么拉他 但是是个天才间谍 日俄战争爆发之前 明石就写了一篇报告 说如果日本要跟俄国正面交锋 必败 但是如果从里面策动俄国内乱 必可取胜 战争一爆发 明石元二郎就按照自己的这个思路 开始对俄国的颠覆活动 1904年沙俄内政部长普列伟被暗杀 1905年呢 圣彼得堡的星期日惨案 一日之间4600名请愿的工人被打死打伤 6月战舰波江金号滑变 都是明石这帮人呢 在背后煽动的结果 他还找到其他的这个反俄势力 支持波兰芬兰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运动 把俄罗斯后院搞得到处起火 为了平定这个国内各方面的叛乱 沙皇尼尔再也没有精力往远东调兵 日俄战争呢 就以日本的胜利告终 日本人后来啊 有一句话 说没了奶木大将 吕顺也拿下来了 没了东乡大将 日本海大海战也能赢 但是要是没了明石元二郎大佐 日本绝不能赢得日俄战争 顺便说一句啊 我们的新课程日俄战争已经上线了 您可以在寻音讲堂APP里边订阅 好了 关于这个日本间谍的故事呢 咱今天就聊这么多 欢迎大家呢 在寻音讲堂APP或者YouTube上订阅寻技慢聊 也欢迎在YouTube上加入我的频道会员 谢谢大家